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 一个三角形ABC 它只给你两个边 就AB跟BC 然后现在它问你说 关于这个角C的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A选项 这个角C 是直角对不对 脚一直要一定不对 为什么 因为直角三角形 直角一定是最大角 但是角C一定不是最大角 为什么 因为大角对大边 小角对小边 这个角C一定小的角A 所以角C一定不是最大角 那不是最大角 就不会是直角 因为直角三角形 只有一个直角 直角一定是最大角 所以角C 因为不是最大角 所以它一定不是直角 所以这一定不对 再来我们看看B选项 它说角C是顿角 角C当然不是顿角 因为角C如果是顿角的话 它就是顿角三角形 顿角三角形 顿角最大 所以这也不对 C 角C为锐角 这个对 因为角C不是最大角 所以它不会是直角 也不会是顿角 所以它只能是锐角 所以C选项是对的 好 那D选项 它说角C是三角形 ABC最大角 当然不是啦 为什么 因为A角就比它大 大角对大边 所以这个当然不是 所以大家应该要选C 谢谢 谢谢